最近我和一些客户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有很多人会把买房想象的非常简单 非常的轻松 并且呢会存在一些很危险的想法 他们会觉得只要我准备好首付 印花税以及一些后备的资金 就可以很容易买到投资房 然后再交给一个租房中介 管好租客 那就没有什么需要管的了 之后我们就慢慢等房产的升值 最终就可以轻松达到六位数的被动收入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探讨 为什么我觉得投资澳洲的房地产一点都不容易 而且除了需要好好规划 还需要我们投放很多的精力 去一步一步搭建的 最终才可以达到成功 我也希望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投资者之间常见的一些比较危险的思维 而影片最后的一个错误逻辑思维 是我觉得90%以上的房产投资者都会中的 所以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了解清楚了 我是法兰克 希望透过理性的数据分析 帮助投资者理性投资澳洲房地产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我会每周分享对你有用的房地产资讯 需要找我们做一对一资讯的朋友 可以在影片下方找到这条链接 自行在我们的网站上面预约的 来到12月份 我发现是我们买家中介最繁忙的时段 甚至这个月的一对一资讯 时间一早就约满了 所以也需要和一些朋友说不好意思了 但是在我最近做的一些资讯里面 有不少的客户问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他们告诉我的情况 确实让我会有很大的顾虑 在这里就和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帮助你在买房之前 可以先想清楚了 第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会跟我说 自己最近已经在关注某某区 那看了好几套房了 然后都出了几次假 甚至也去过几次拍卖去出假 那我一般都需要了解 他们之后的一个计划 我也想知道他们的贷款额度到底有多少 那有不少人就会跟我说 贷款broker跟我说过 可以带到某某金额 我就问他 那你的preapproval预批 你做好了吗 那真的差不多会有50%的人 居然会说没有做预批 broker说我贷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里我真的需要警告这些人了 你没有拿预批 你在网上看看房 了解一下市场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预批 你就跑去拍卖出假 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可能你的broker凭经验 看你的收入觉得是足够的 但是单凭你的broker 跟你拍胸脯说没问题 万一到时候银行查出来 有什么影响你的贷款额度 甚至影响你贷款批不下来 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拍卖是没有退路的 不是一句说我不知道 或者我不懂 就可以脱身的 没有买房经验的人 真的要注意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 有些人会把买房的预算 想的太简单了 除了买房的首付和印花税之外 买房的过程几乎每一步都是钱 贷款申请 估价 验房 律师 保险 政府的注册费用 预交的council费 水费 都要提前算好 然后就是在交割之后 通常第一个月的现金流 都会比较差的 因为可能要几天的时间找租客 租房中介一开始收的 一到两周的招租费 管理费 行政费等等 还有开通水电的账号 都是让很多人会惊讶的 这些就是购买和持有的成本 当然了 将来的持有成本还会有更多的 并且最好在交割之后 要预留一点点资金 作为紧急的维修 第三种情况就是 我们要知道 买完房以后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是要花精力的 在找到合适的租房中介以后 在你签署委托协议之前 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你对他们服务不满 那需要提前给多久的通知 才可以更换租房中介公司 一开始你要频繁和他们沟通你的要求 比如说你给他打电话 发信息 发邮件 如果不是当天或者下一天回复的话 那已经可以开始警告了 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持续是这样 这就可以立刻要求更换租房中介公司了 在和租房中介的合作当中 一开始你可能是要多花点精力 去盯紧每一步 等你看到这个租房中介做事情 是比较负责的 比较靠谱 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了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到差不多租约约满的时候 中介一般是会给你一个 现在市场租金的评估 去和现在的租客来续约 或者是去找新的租客 但是我见过太多的中介 基本上是不做市场调查的 然后就会直接和房东说 这一次不能加租 或者是租金只能加那么一点点 那对于那些不想管太多的房东 可能就会直接接受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 没有任何人会比你自己更在乎你的钱 所以一定要自己也做功课 看一看这个区同类型的房产租金是多少 很大机会你会看到 其实租金还可以更高的 我们要知道一周多个20块 一年就多了1000了 一周多50 那一年已经是2000多了 所以千万不要错失这些可以帮助提升你现金流的机会 以上这几个算是给一些准备买房的人的一些忠告 那接下来就想和大家分享几个 我认为很多房产投资者都有的危险思维 那如果你有这些想法 请你一定要注意 但如果你并没有 那也可以当温故之心了 第一种思维是房价只会一直上涨 没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通胀的关系 资产的价格确实会一直上升 但是在房地产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会有起跌的周期 那如果你是那种房价跌的时候会恐慌 房价涨的时候你就会超兴奋的 那么你有可能不是很适合投资房地产了 虽然对比全球很多国家 澳洲的房价确实相对稳定 毕竟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移民国家 不断有新的需求 并且我们整个房地产市场是七成自住 三成投资 所以价格下调的幅度一般不会太大 但是我们要做好降低风险的措施的 将投资的物业分散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市场 以及维持良好的现金流 都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 在急需要卖房套现的情况下 你可以挑市场好的那套房产来出售 也不用一下子卖掉全部的房产 那就算全澳洲市场同时间都不行 房价全线下跌也好 良好的现金流就能够允许你过度最坏的时段 慢慢再等市场好转 第二种思维就是房价十年自动会翻一翻 那没错 如果我们买的是独栋 那么房价十年翻一倍的几率是会大大提高 但是并不是必然的 其他房产类别就更不用说了 我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卖房中介就会说 澳洲房价七到十年就会翻一倍 在我过去的一期影片里面 也看过过去三十年的房产数据 实际上要十年翻一倍并不是那么常见的 我一般都会说要有心理准备 十到十二年左右才翻一倍 当然了在过去几年有某些区 可能三五年已经翻了一番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并非常态 一定要有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的 如果你是那种看到房价涨了一涨 你就觉得可以卖房赚钱的 那澳洲的房产投资可能不是很适合你了 算上所有买房成本和印花税 持有成本以及卖房成本和增值税以后 我甚至见到过不少人在卖房之后 才发现没赚多少钱 虽然房价是涨了 但是居然最后算一笔账啊 还亏了 特别是有一些感性的买家 觉得一定要买在自己熟悉的区域里面 但是这些区有很大可能 不会是表现好的区域 只是你觉得对你的生活便利而已 比如墨尔本的华人区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第三种思维 这个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了 有不少人说 我收入比较高啊 交税也很多 所以打算买一套房子来做复扣税 少交点税 我希望大家认真去听清楚 这个题目的逻辑了 用复扣税来少交点税的这个说法 是我在这个行业超过十年 都一直听到的想法 也是让我最费解的思维 我对普通人投资房地产的看法一直都是 应该追求升值和现金流 两样都要 以目前的高税状态 要从第一天就有正向现金流 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我们应该追求一些租金回报高一点的 等有一天利率下降或者租金上涨 那就可以更容易让我们的房产达到收支平衡了 我知道省税听起来非常好 对不对 但是大多数人会忽略negative gearing 复扣是一件负面的事情 我真的听过太多人说 我自己交的税太多了 想买负现金流的房子来抵税 我甚至听过一些客户说 这个是他们的会计师给他们的建议 我真的是服了 我想问你的是 你想少交点税的目的 到底是想让你的财政状况变好 还是变得更差呢 我相信99.9%的人都会说 是想自己手里面可以花的钱变得更多 是不是 那既然是这样 那就应该避免追求大量复扣的房产了 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可能会更容易理解 我假设一个人一年的税前收入就是10万块 正常的个人所得税 加上medicare levy 你一年总共要交税25000左右 那所以你的税后净收入是75000 记得这个是你实际到手可以花的钱 好了所以你觉得交税太多了 你就故意去买一套 一年让你亏损3万的房产 这3万里面已经包含了贷款利息 还有所有可以用来抵税的杂费支出了 那既然你的投资房让你有亏损 所以等于说在你报税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收入从原先的10万申报为7万 那这个收入等于说你实际上今年只需要交14000多的税 但是因为个人所得税是在你发工资的时候就预缴的 所以虽然你已经交了将近25000给税局了 在年中做退税的时候 你就可以退1万出头的税回来 那这里就是很多人会混淆的观念了 是的没错 你给税务局交的税是少了 但是实际上你的财政状况是变差了 再说白一点到你手上的钱变少了 而且还少了很多 我们来算一算 你税前收入是10万 预缴了25000左右的税 净收入是75000 这个房产的亏损 我们就先从你的净收入里面扣了 所以你手上的钱其实只剩下45000 到年中退税的时候 是的可以从税务局那边退回来1万出头 但是最终实实在在 在你手上的钱只剩55000多 那你到底是省了钱还是亏了钱呢 这个做法到底是改善了你的生活 还是让你的生活更加紧紧巴巴呢 实际上你只是为了少交点税给税局 而让自己亏了更多的钱 那相反的 如果你买的是正向现金流的房产 就有很多人会觉得 那我还多赚了 不就代表我要交更多的税吗 这个感觉不太划算啊 那同样的案例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这次我们买一套房产呢 租金回报很高 不但不用贴钱去养 每个月还能有余几百块钱 那我知道啊 现在做不到 但是我们就假设之后减息 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 那anyway 我们假设这套房产 每年扣除所有贷款利率啊 和杂费之后 还有5000的盈余 那这就意味着 在你报税的时候 你的个人收入要抬高到105000了 一年下来 其实你应该要交的是26000多的税 比你原先没有房产的时候 没错 我们确实多交了1700多的税 有很多人在这里就觉得 哎呀不值得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的净收入变成了78000多 比你原先没有买房的时候 还多了3200多块实实在在的钱 放到你口袋里 对这个观念有很多人就会有另外一种误解啊 他们会觉得这种现金流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升值嘛 他们就会说这种负现金流很厉害的房产 升值通常都是更好 这个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在这个频道 我和大家看过澳洲几乎所有区域的长远房价 几乎95%的区域 长远的年增长 都是每年5%到7 那我就假设啊 这两套不同的房产都是每年增长6% 实际他们赚到的已经有很大区别了 因为这套负现金流的首先就要亏损2万左右 所以就算今年涨了6% 实际上都赚不到6%的升值 正现金流这一套除了6%全赚了 还有一点点额外的收入 我在很久以前已经说过了 我认为除非一个人一年是赚很高的收入 现金流和资金完全不是问题 那复扣税才可能稍微make sense一点 对于普通收入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 我觉得巨额的复扣税完全不能帮你改善生活 不能改善你的经济状况 帮不了你扩展投资组合 更加帮不了你多赚钱 反而是负面的反效果 那如果你也在犹豫什么投资方案适合你自己 但是完全没有方向 那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找到这条链接 可以和我预约一个一对一的资讯 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这条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也请记得帮忙点个赞 留言并且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